清风跨年反垄断遭消音 吴玉生护中式IP 苏打绿主唱清风 在高雄一大跨年晚会演唱时 感性地发表反媒体垄断言论 这40秒却被隶属旺旺集团的中式 在元旦重播时删除 在我的心目当中 媒体应该是一个为真相发言的一个平台 而不是企图地去垄断 或者是想要把你或把我们当作是被利用的东西 NCC主委14号昨天说 电视台都会重播很多节目做不同处理 要具体了解画面怎么处理 了解事实后再说 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吴玉生受访时则表示 他尊重清风的发言 但就像有些媒体故意放大缩小或如实报道 难道清风讲什么都要如实报道吗 媒体不能取材吗 他认为这都是媒体自由的一部分 尊重媒体取材报道的自由 才显现出台湾媒体自由的弥足珍贵 台大PTT大批网友先赞清风 再群起哄吴玉生 以后要写进歌词里 这样如果要剪就是剪成手了 以后每次提到吴玉生 都提威哥 也是媒体自由 对吧 最终究竟不叫媒体自由好吗 烂 吴玉生回应 欣然接受网友批评 这是个人言论自由 中士昨天解释 六小时晚会重播只能播五小时 紧取精华 没有刻意要删减什么内容 动新闻综合报道 投票港做这个事情 几华 因为已经是大体以后 这里只能赞得更好 没有震惑